女人的未婚夫和自己的亲姐姐勾搭上 还被这对狗男女推下百米悬崖 不仅存活了下来 还拥有了空间手镯 里面有无穷无尽的物资 只因现代神医的灵魂穿进了这副身体 烫烫烫 这水太烫了 我的妈呀 这个男人居然在这么烫人的水中都能散发着寒气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原来就在刚才颜西瑶被丢下悬崖的时候 现代神医的灵魂意外穿进了这副躯体 不对 我记得在救人的时候明明被敌军的大炮打中美啊 这难道都没事吗 这时 颜西瑶的脑袋突然疼得像是要炸开一般 一段不属于她的陌生计 如潮水般涌入脑海 从出生到被刚杀害的过程都在颜西瑶的脑子过了一遍 我居然穿越了 那就索性在这个世界再回一次 不过这个圆主也太可怜了 颜小蝶你给我等着 我发誓定让你身败名裂 生不如死 女人 看过了没有 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啊 哟 还是个不怕死的拙 说吧 你是何人 你别这么高冷行步 我现在浑身是伤 都要嘎了 你能不能先救我一命 韩潮明怒火更少 很想手起刀落把这个女人嘎了泄粉 昨晚我体内的寒毒发作 不得一跑才到这温泉中抵御寒毒 居然掉下来了个女人 害得我差点走火入魔 现在居然还要求我救她一命 你要是救我 我就能解你身上的寒毒 我身上的寒毒 除了身边最信任的人 就没人知道 这个女人是如何得知的 韩潮明正想质问严西遥 却发现她已经昏迷了 韩潮明只好将她抱了回去 醒了 告诉本宫 你是如何知道本宫身中寒毒的 我学一二十余仔 区区寒毒我一眼便知 少师府的二小姐 什么时候学会医术了 而且你不是方才十五岁吗 何来的二十余仔 连我爹娘都不知道我会医术 你就别管了 我的医术是跟一个神秘人学的 那个神秘人是谁 保密 罢了 你当真能解本宫身上的寒毒 不确定 我得检查过才知道 毕竟我还不知道你体内寒毒的成分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诱骗本宫 我诱骗你什么了 我说的是事实 没有把脉没有检查 我怎么知道你体内的寒毒是啥 现在把脉检查 我再要看看这个女人玩什么花样 颜细瑶也不废话 手指搭上她的脉骨 好半赏才收回手 能解 但我需要药材 我中的寒毒 蝙蝠一和颜军一都毫无办法 你这个女人居然在此大言不惭 看在你是本宫 未来五皇嫂的份上 本宫不与你计较 回你的少师府去吧 未来五皇嫂 这个男人是什么身份 颜细瑶脑海里努力想找出 关于这个男人的记忆 却始终是一片空白 这个男人自称本宫 在皇室能自称本宫的人除了皇后和太子 就只有最受宠的皇子可以自称本宫 难道这个男人是当今太子一亩同胞的弟弟九皇子韩肖明 那正好可以帮我报仇 我真的能捡你身上的寒毒 九殿下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本宫凭什么相信你能解读 你可以去把你府上的府衣找来 我说药方 看看你府上的府衣是否赞同 也对 让府衣一试便知 吴臣 属下在 去把陈大夫和颜军医醒来 是 这位颜二小姐说 能解本宫身上的寒毒 本宫让你们来听听她说的药方 你们备好一些货香 金线草 如意草 千年火灵芝 姑呢 你真的只是十五岁吗 这药方我们还真想不出来 颜二小姐 这个药方的确精妙 但详解 酒殿下身上的寒毒似乎还不够 没错 还得配合真酒 推拿 要预排毒 酒殿下 属下相信颜二小姐 别高兴得太早 这千年的火灵芝 恐怕整个京城都找不出异注 这个颜二小姐医术 居然比府衣和颜军医还高明 你们且退下吧 是 属下告退 颜二小姐 说说你要和本宫做什么交易 我帮你解毒 但要采你自己准备 这是自然 还需本宫做什么 你帮我与五皇子解除婚约 而且现在我不能回去邵师府 你再借我点银子 我去外面租个房子 你为何要与本宫的五皇兄解除婚约 传言中你可是对他一心一意 忠贞不渝的 那是我以前眼下 他就是个渣男 渣男是何意 罢了 解毒要解 本宫答应你的条件 这个别院是本宫的私人住所 你就住在这里 本宫会给你派两个丫鬟伺候你 那就多谢九殿下 你尽快派人去寻找千年火灵芝 你体内的寒毒顶多还能压制一年 颜细瑶来到梳妆台前 妈呀 我咋长成这模样 这园主是十几年都没洗过脸吗 这韩玉血文卓怎么也跟着我一起传过来了 颜细瑶刚抚摸手桌 瞬间转移到了部队卫生院 哇靠 这也太离奇了 难道这手镯还附带空间吗 这里总共有四层楼 一楼是药房 二楼是治疗室 三楼是观察室 四楼有个套房 还有一间武器库 根书房 这里全部的东西都会自动补解 天呐 这里的物资是应有尽有 取之不尽用之不解啊 有了这个卫生院 姑奶奶以后都能在正午圣王朝横着走了 请进 二小姐 奴婢们是酒店下派来伺候二小姐的 奴婢叫春兰 她叫夏竹 您有事尽管吩咐奴婢 春兰 夏竹 是不是还有两个叫秋菊和东梅 二小姐您怎么知道 您认识他们 不认识 从你们的名字推断出来的 春夏秋冬 梅兰竹菊 很容易就能猜到 二小姐 该用膳了 多谢 传言言二小姐好像没这么礼貌吧 我吵你个辣子鸡的 谁特么给姑奶奶戴了个黑不溜秋的人皮面具 什么辣子鸡人皮面具 这个严二小姐说话怎么这么奇怪的 二小姐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就是想吃辣子鸡了 二小姐 等您伤好了才能吃辛辣的 我知道了 你们俩先出去吧 不用伺候 是 园主居然长得这么美 一定是王氏母女干的好事 赶紧贴回去 现在还不是暴露容貌的时候 这一幕 却恰好被春兰从门缝中看到 主子 有情况 主子 原来 野二小姐脸上有一张丑人面具 她的脸其实又白又美 丑人面具 哼 有点意思了 本宫倒要看看她 想玩什么保鲜 不过野二小姐似乎不知道自己脸上有丑人面具 嗯 春兰将所见情况跟韩潇明详细的说了一点 她自己都不知道 那就更有意思了 继续监视 别让她看朱端尼 是 属下告退 春兰和夏竹伺候颜西瑶换上了一套红色长裙 春兰还特意重新给她梳妆打扮 你们这是干嘛 就我这张脸 没必要梳妆打扮了吧 二小姐 今天必须打扮 酒店下要带您静静去参加葬礼 嗯 参加谁的葬礼 二小姐请恕罪 奴婢不知 参加葬礼你们让我穿得这么红 这不是找抽吗 能不能换个颜色的衣服 回二小姐 酒店下交代 一定要让您穿红色 唉 那你给我找块面巾 把我的脸上捉起来 是 奴婢这就去 酒店下 咱们这是去参加谁的葬礼 去你家参加除了你的葬礼 还能有谁 嗯 参加我的葬礼 停下 我要换回掉下山崖式穿的那套衣服 为何 我吓死某人 嗯 某人又是何人 这怪女人怎么疯疯癫癫的 没必要换了 你穿这套红衣服一样 能吓死某人 那就不换了 我非得吓死他们不可 竹子 捣乱 酒店下里面请 夫人请节哀 没想到颜大小姐年纪轻轻的就遭此意外 还真是可惜了 酒店下误会了 不是大小姐 死的是二小姐 嗯 那为何不是临时出来迎接宾客 嗯 酒店下有所不知 临时伤心过度的昏厥了好几次 下官才让王氏出来迎接 不知这二小姐是怎么死的 小女失足掉下了悬崖 发现时已经嘎了 哦 看夫人如此伤心 本宫还以为是大小姐嘎了呢 不过这二小姐嘎了 夫人不是应该开心吗 当然开心 我巴布的她早点嘎呢 酒店下说的哪里话 二小姐可是老爷的亲生女儿 臣妇怎能不伤心啊 本宫说的可是大实话 没想到这个酒店下还蛮腹黑的 严西瑶一身红衣出现在邵师府 人人都在窃窃私语 阴假般丧事 她倒喘一身红衣来掉烟 也不怕被竹架轰出去 秋四 脏力喘红衣 客死堆似这搭不清了 快点闭嘴 没看到她身边的人是酒店下吗 酒店下 我想先去看看我的母亲 去吧 本宫若没猜错 你母亲应该在灵堂给你烧纸 我还没嘎呢 临时果然在灵堂里烧纸 一副双目无神仿佛四亿的木偶 只知道往盆里放纸的样子 让严西瑶看着 心疼不已 娘亲不必难过 女儿还活着呢 你 你真的是瑶儿吗 娘亲 难道女儿的声音您都听不出来了 瑶儿 真的是你 你没事真的是太好了 娘亲 您先别激动 咱们现在要演一场戏 让那些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 瑶儿 是不是王室母女害你的 娘这就去为你报仇 娘亲 你现在只需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我来教训他们 娘不放心 你已经被他们害过一次了 这次让娘来对付他们 娘亲 您就听我的吧 女儿不会有事的 有酒店下护着女儿呢 女儿和以前不一样了 或许是经历了生死 才彻底改变的吧 好 娘亲支持你 你想怎么做 棺材里的猪蹄是谁找来的 是严小蝶带人找回来的 很好 你就以我穿红意味又将我推出去 让门外的人一起进来开棺验尸 揭穿严小蝶 好 这次娘亲就算是拼了命也要保护好你 娘亲您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您的 我们快开始吧 谁让你进来的 穿一身红衣参加葬礼 你安的什么心 赶紧给我滚出去 灵师一边说一边推着颜西窑往外走 瞬间吸引了院子里所有人的注意 看来这母女俩是串通好眼上戏了 这丫头还不算笨 听到动静的颜小蝶立马跑了过来 你是什么人 今天可是我妹妹的葬礼 你怎么能穿一身红衣来参加葬礼 待看清颜西窑的脸后 颜小蝶吓得浑身颤抖了起来 厉厉 你怎么没嘎 跪 跪了 姐姐是在怕我骂 我在下面好孤独 我得把你拉下去赔我啊 不要啊 爹爹救命啊 五皇子快救我 你是窑儿 不对 窑儿在棺材里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你得问问你的宝贝颜小蝶啊 可是他把我推下山的 父亲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会害妹妹 哼 狄儿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 你却在这诬陷狄儿 你问过本皇子了吗 五皇子 窑儿才是你的未婚妻 你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护着颜小蝶 似乎不妥吧 呃 正因为窑儿是本皇子的未婚妻 但窑儿躺棺材了 本皇子当然要护着窑儿的姐姐 五皇子还真是深情啊 就是不知道棺材里躺着的是谁 本宫也很疑惑 这颜二小姐 是本宫从少师府后山的温泉救回来的 难不成这棺材里还躺着一个颜二小姐 我明明亲手将颜西窑推下山的 她怎么可能还活着 今日那么多人在此作见证 颜少师 你就不打算开关验尸 查明真相吗 还是颜少师想替别人送葬 还请酒店下代下官查明真相后 再做定论 老爷 姚儿的声音我能听出来 他就是姚儿 老爷 姚儿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可这也是颜家的二小姐呀 怎么能让她死后还不得安宁 我这当娘的都同意开关查验 你王室还不同意了 难道你知道棺材里躺的是别人 这还是那个向来柔弱可期的离世嘛 本宫今日便要看看 棺材里躺的是谁 本宫就回来的人又是谁 颜小蝶感觉事情不妙 就想对九皇子使用美人剂 让他不要开关 九弟 你太过分了 五皇兄不看好自己的女人 反而来责怪本宫过分 这是何道理 五皇子背对得哑口无言 韩潇明等人则去灵堂开关检查 从这具猪蹄身上的伤判断 此人是被活活打嘎的 下手之人还真是很鲜啊 颜少师 这下可还有话说 猪蹄是小蝶找回来的 难道姚儿真的是他所害 王氏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女儿 滚回房间里去 明日再收拾你 老爷 我是冤枉的 赶紧滚回去 爹爹 你的大女儿想杀我 你就不打算给我娘亲个交代吗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你姐姐就是害你的凶手 要怪就怪你自己愚蠢 你还真是天下好父亲的典范啊 颜少师 姚儿也是你的女儿 你却对她如此无情 我要与你合理 合理 酒殿下 可否请您带臣妇进宫 臣妇要奏请皇上允许臣妇与颜少师合理 夫人请起 随本宫进宫吧 多谢酒殿下 要想拍上五皇子 今天就必须保住颜小蝶 之后再来收拾临时这对母女 赶搁我合理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儿臣参见父皇 你这个臭小子 你还记得有镇这个父皇 你都多长时间没进宫了 儿臣这不是来了吗 你也知道儿臣有多忙 少跟朕来这一趟 说吧 找朕何事 父皇什么时候学会占卜算卦了 儿臣找您有事都能算到 朕是你的老子 还能不知道你的性格 夫人 袁二小姐 你们进来吧 臣女扣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你见朕为何要蒙面 回皇上 臣女面貌伤残 臣女怕吓着皇上 若朕没记错 你是老五的未婚妻 怎么会毁容的 臣女是被姐姐严小蝶化伤的 还被推下悬崖 若非酒殿下相救 只怕早已死于非命 她既是你的姐姐 为何要将你置于死地 她爱慕五皇子 只要嘎了我 五皇子和邵师傅的婚约 就会落在她的头上 那你此次进宫 是想让朕为你讨回公道 臣女不奢望讨回公道 臣女只想奏请皇上 允许臣女与五皇子解除婚约 毕竟臣女现在这副模样 配不上五皇子了 受了委屈 却不想着讨回公道 这样的女子可不多见 只可惜面容丑陋了些 准奏 朕答应你与老五解除婚约 谢皇上恩典 启禀皇上 臣妇奏请皇上 允许臣妇与严文忠合离 你为何要合离 严文忠将王室抬为平期后 将臣妇在后院杂物间软禁了五年 而现在王室之女将我女儿推下悬崖 她却只护着王室之女 她妄为人妇 妄为人妇 林氏将这些年来受的委屈全都说了准 明儿 她说的可是事实 是 儿臣今日就在当朝 启禀皇上 严少师在宫门口请求入宫 朕还正想找她呢 让她进来 微臣参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儿臣参见父皇 老五 你来得正好 朕已经同意严二小姐与你解除婚约 择日朕重新为你赐婚 你先下去吧 父皇 下去 是 儿臣遵旨 严少师 你可知罪 皇上 微臣何罪之有 朕问你 林氏和王氏谁是你的正妻 儿 自 自然是林氏 哼 那位和林氏被你在杂物间软禁了五年 王氏却成了平妻 是谁给你的胆子宠妾灭妻的 微 微臣之罪 请皇上恕罪 武圣王朝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败类 朕真是瞎了眼把你生到一体 林氏 朕同意你们和离 谢皇上恩典 言文中宠妾灭妻 包庇凶手 官将三级 皇上 微臣知错了 求皇上收回成命 再给微臣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哼 行啊 你问问林氏是否愿意给你机会 言文中立马露出凶巴巴的表情 跟以往一样的吓唬林氏 结果林氏的态度异常坚决 皇上 臣父心已死 只想合理 求皇上成全 听到了吧 这可不是朕不给你机会 你可认罪 微 微臣遵命 宁儿 严少师的家产分给林氏一半 你来负责精度 是 儿臣遵旨 小丫头 朕给你宣个御医 看看能不能治好你脸上的疤痕如何 多谢皇上好意 九殿下的府 已经替臣女看过 那你们快动身去清点家产吧 谢皇上恩典 你们三个贱人给我等战 敢拿老子的钱 你们得有命话才行 刚出皇宫 韩肖明三人便急匆匆的来到 邵师府开始清点家产 将一箱箱的经营首饰给搬走 我的家产啊 就这样分出一半去了 我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干了 夺回我们的家产 你们两个赶紧给我闭嘴 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 父亲 我晚上就派人去干了他们 住嘴 为父自由打算 你们滚回房间面壁撕过去 皇上将事情的来龙去卖 都跟皇后说了一点 朕是越想越不对劲 这老九不是从不尽女色吗 今天居然带了两名女子进宫 还是个仇余 完了 这老九 怕不是审美出了问题吧 你别扯那个了 这严家的二丫头 怎么和老五解除婚约了 严家的二丫头毁了容 嫁进皇家也不合适 朕已经同意了 那既然解除婚约了 明儿要是喜欢的话 让他们定个亲也行啊 你难道想让那毁容的二丫头进宫 毁容怎么了 那么多太医孩子不好一道疤痕吗 只要明儿喜欢 是个女人就行 好不容易有个女人能靠近明儿 我才不管她是丑是美呢 这 这怎么行 皇上 难道你希望明儿是断秀 朕当然不希望 可这严家的二丫头也实在太丑了 臣见明日去明儿的别院看看 顺便问问府衣 那丫头脸上的疤痕还能不能治好 看到她你就明白了 林夫人 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那些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待在这里 起码安全点 我倒是希望他们来呢 我正好让他们有来无回 有何 你一点武功都不会 难不成你先使唤本公府上的侍卫帮你报仇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随便研究点毒药就能毒倒一大片 还能制作点陷阱 将他们一网打尽 果然碎毒女人心 多谢酒店下收留 我们明日便去找房子 林夫人不急 你们现在出去住不安全 现在时留在别院吧 带林夫人下去休息 好生伺候 是 林夫人 这边请 杨二小姐 三日后 你陪本公出去寻找千年火灵芝 不去 你自己负责找药材 我还得赚钱养家呢 总不能坐等吃山空吧 只要你陪本公找到千年火灵芝 并治好本公身上的寒毒 本公就付你十万两银子 作为酬劳 哪里 十 十万两 再送你一所宅子 哦 此话当真 君子一言 刺马难追 好 我答应了 哼 本公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能解本公身上的寒毒 哇塞 发财了 发财了 既然酒店下这么有诚意 那本姑娘也送你一点小礼物 把这颗药丸吃了 能压制你一个月的寒毒 韩肖明接过药丸 立刻顺移离开 哎 越是有钱有势的人越怕死 也不想想姑奶奶都还在你府上呢 现在给你下毒 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仔细观察过药丸的 严君一和陈大夫同时目瞪口袋 震惊地说不出话 不得了 此人医术不得了 酒店下 这药丸的确能压制您体内的寒毒 此话当真 这颜二小姐的医术实在高明 属下绞尽脑汁都想不出 这原来药方还能这么配 韩肖明半信半疑地将药丸咽下去 瞬间身体立马传来的一股暖意 将寒毒压了下去 看来传言的他并不属实啊 这个颜西药藏得真够深 你们先下去吧 三日后随本宫出去寻千年火灵芝 是 属下告退 被寒毒困扰了两年半的韩肖明 没睡过一次好觉 直到吃了颜西药的药丸后压制住了寒毒 才难得睡了一次安稳觉 却被无尘无情的疯狂叫醒 主子以往都是天不亮就起床 今天都这个时辰了还不见起 副一 你赶紧看看主子是不是生病了 是谁这些呢 周 主子 是属下 您还好吗 你有何事找本宫 竹 竹子 现在都沉实了 属下看您一直没起来 就怕 屁我滚 大早上的干嘛发那么大脾气 母 母后 您怎么来了 难道本宫就不能来看看你吗 一点也不孝顺 本宫再不过来 连我儿长啥样都不知道了 母后 儿臣这不是有事吗 是是是 就你忙 臣女拜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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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礼 都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把面纱摘了让本宫瞧瞧 皇后娘娘 臣女的脸毁容了 她吓着您 本宫知道 本宫就想看看你毁容成什么样子了 哎 这也太丑了吧 不过脖子和手上的皮肤确白细细嫩 要是能治好伤 应该还能看得过去 明儿 去把你府上的府衣叫来 本宫有事问她 吴臣 去找府衣过来 是 属下遵命 你们也都下去吧 是 名妇告退 卑职拜见皇后娘呢 免礼 严家二小姐脸上的伤能治好不留疤痕吗 回娘呢 严二小姐的医术在卑职和严君一支 在我们之上 微致觉得她自己应该能治好 什么 严二小姐的医术在你们之上 策划当真 微致绝无半句虚言 明儿 这个严二小姐真的会医术 虽然不愿详细 但昨晚的药丸的确效果显著 这丫头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明儿 你去把她叫来给本宫八把卖 本宫倒想看看她的医术有多高明 儿臣这就去 正好可以测试她的医术 本宫听说你会医术 你来给本宫八把卖 看看本宫身体如何 是 陈女遵命 严细瑶立即搭上了皇后的脉搏 用着现代的医术知识 没一会儿就发现了问题 皇后娘娘 您是不是偶尔会有点偏头疼 另外您最近半年来的月事都不太正常 不过只要调理一下即可 这丫头说的居然都对了 丫头 你是话告诉本宫 你脸上的伤疤还能治好吗 反正以后早晚都要恢复容貌 不如就承认了吧 陈女能治好 能治好就行 黑蛋也无所谓了 丫头 那你就给本宫治疗一下吧 臣女遵命 皇后娘娘 请一步到床上吧 府衣大人 能借我一副银针吗 当然可以 我这就去拿 严细瑶给皇后下针 针刺合骨 猎缺 太冲 风驰 刺竹空等血 留针一刻钟 这么专业的手法 她居然真的会医术 取完针后 严细瑶又帮皇后按摩头部 直到睡着了才离开 皇后怎么样了 睡着了 我去给皇后娘娘 拿点调理身子的药 去吧 严细瑶这几天 隐隐感觉有人在监视着她 看来的弄个药箱才行 以后拿药 就用药箱做掩护 不过要去京城买药箱 得跟韩肖明借一辆马车才行 你怎么又回来了 不是去拿药了吗 没药了 药进京城去买 正好顺便买个药箱 你能借我一辆马车吗 你需要什么药材 本宫让府衣去给你起来 不必出去买 严细瑶无奈地说了一大堆药材 还要了一个药箱 记下了 交给府衣准备即可 严细瑶回到房间后 立马进入空间卫生院 拿了一些乌鸡白凤丸 跟治疗头痛的郑天丸 刚出空间府衣就将药箱送到 药箱里给你放了一副银针 和一些空的瓷瓶 空瓷瓶正好可以用来装药丸 多谢陈大夫 不必客气 将府衣打发走 便开始整理药箱 将乌鸡白凤丸和治疗头疼的郑天丸 装进瓷瓶中 金玉不适合将药丸给皇后 先熬点药给她喝吧 不过该怎么生火呢 春兰在这里 我也不好直接拿出大火机来呀 春兰你帮我生火 我要给皇后娘娘熬药 二小姐 熬药您吩咐奴婢即可 您去休息吧 只见春兰掏出火折子 用一点甘草就将火点燃了 春兰 你这火折子能给我一个马 嗯 二小姐 以后奴婢会负责生火 您有需要吩咐奴婢就行了 还怕本姑娘烧了你家主子 别愿不成 严西遥转身时没注意脚下 右脚磕了一下 二小姐小心 春兰你居然会武功 能不能教教我 二小姐 奴婢 算了 我不为难你 你继续熬药吧 看来以后得找个师傅 学点武功才行 母后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睡够了 严家那二丫头揉得真舒服 明啊 你就把那丫头留在你的别院多住一段时间 本宫有空就来找那丫头给本宫揉肉头 母后 您能不能别总想那些有的没的 儿臣后天要出一趟远门 嗯 你怎么又要出去 儿臣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那本宫把严家那丫头接进宫里去 正好让她给本宫调理调理身子 她也要和二臣一起去 哦 同行好呀 最好能日久生情 既然那丫头要跟你一起去 你可得照顾好她 本宫还等着她回来给本宫调理身子呢 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吗 明女参加皇后娘娘 免礼 皇后娘娘 这是调理月事的药 太趁热喝了吧 皇后看着黑乎乎的药汁 脸上写满了抗拒 皇后娘娘 您今天喝完这个 明日明女将药制成药丸就容易瞎眼了 那明日本宫可要吃你制出来的药丸 不要喝着黑乎乎的药汁 是 明日明女给您送进宫去 明明日亲自送严丫头进宫 给本宫送鸟 保护好她知道吗 母后 明日儿臣有事 严二小姐 你现在就去制作药丸 做好了让皇后自己带回宫去 是 明女这就去制作 主子 属下不小心暴露了武功 严二小姐想让属下教她武功 想要将严西遥受为喜用 就先给她尝点天头吧 那你便教她一点入门功夫吧 主子怎么会对严二小姐如此特别 该不会是喜欢上严二小姐了吧 还有皇后娘娘看严二小姐的眼神 完全是婆婆看儿媳妇呀 你先下去吧 记得用心点叫 是 属下告退 春兰 你先帮我把这些药材全部碾成粉末 然后生火熬药 是 春兰将药材抓在手心里 运起内力将手里的药材捏成粉末 把严西遥看得目瞪口呆 一脸羡慕了 二小姐 晚上奴婢就教您一些入门的功夫 哇 真的吗 春兰你太好了 谢谢你 只是教点入门功夫 就能激动成这样吗 皇后娘娘 这个治疗头疼的药 一次吃一百粒 这个调理月室的药 一次三十粒 居然能把药完做得那么小 是怕做大了本宫烟不下去吗 无形中 严西遥在皇后的心里又加分了 母后 您要是无聊 可以抽空过来 让名夫人陪您聊聊天 或者派人把她接进宫也行 你们这次要出去多久 不确定 短则几个月 多则一年半载 这么久 那还是让林氏跟本宫一起进宫去吧 如此甚好 林氏跟在您身边 那杨二小姐就能放心了 丫头 放心吧 本宫不会让你母亲有事的 多谢皇后娘娘 这样也好 有皇后娘娘保护 起码没有人敢动母亲 不必客气 去把你母亲找来 本宫现在就把你母亲一起接进宫 是 名女这就去 丫希瑶跟林氏说了皇后要接她进宫的事 林氏说什么也不答应 让我跟皇后娘娘进宫 这多不合适 娘亲 女儿后天要陪九皇子出唐远门 您跟皇后娘娘在一起 女儿也比较放心 你们要去哪 你们孤男寡女的出门不太好吧 要去寻一位能治好女儿脸的药材 还要服役她们一起同行 您就放心吧 那好吧 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娘亲 你就放心吧 林氏 你就进宫陪本宫一段时间 你要是想回来 本宫再派人送你回来 是 您赴尊命 多谢皇后娘娘抬爱 明啊 你可得照顾好严家二丫头 千万不能让她受到一点伤害 否则本宫饶不了你 母后 您就放心去吧 你儿子的命还指望她呢 能不保护好吗 春兰教严希瑶入门及功夫 先是输送内力到严希瑶体内的经脉中游走了两遍 最后留了一次内力在严希瑶的体内 让她慢慢领悟诀窍 二小姐 您以后就按照这个内力运行路线来运功 好 谢谢你 春兰 严希瑶练习了一整夜 感觉身体隐隐中有了一些内力 这就是内力嘛 好奇妙感觉 二小姐 主子在等你了 快出发吧 好嘞 这就来 坐上马车 一行人往西南方向出发 才一天不见 这丫头身上 居然隐隐有一丝内力波动了 话说我们孤男寡女的共处一车这合适嘛 那你跟他们换一下 你去骑马 我不会骑 小兔崽子 出去玩也不叫上我老人家 真是一点孝心都没有 师父 徒儿又不是出去玩 是去办正事 你快回去吧 这个老人居然是韩肖明的师父 你几个师兄都不肯带为师玩 为师都快发霉了 为师就跟着你了 看来是摆脱不了这个老家伙了 这老头也太有意思了吧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这小徒弟居然带了女人出门 稀奇 太稀奇了 师父 这你就别管了 想一起去就安静点 为师偏不听 小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呀 和这混小子是什么关系呀 前辈 我叫颜西遥 和酒店下是债主关系 我欠他一条命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命 是徒儿就回来的 那你怎么还蒙着脸啊 完备毁容了 他吓着别人 只好蒙着脸了 你这小丫头是个练武奇才 可你身上怎么就只有 那么一丁点的内力波动 前辈 我才学了一天的武功 还一天 体内就有微弱的内力 这绝对是练武鬼才呀 丫头 你有师父吗 年西遥有些失落的摇头 那你可愿做老夫的关门弟子 这老头也太草率了吧 都不带考验考验的吗 师父 你就这样决定了 你忘了我老人家会看相 这丫头以后的成就可不得了 丫头 你可愿当老夫的关门弟子 愿意我愿意 我不愿意 为师又没问你 你得为师闭嘴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你的小师妹了 你得我好好保护他 他要是受一丁点伤 为师拿你试温 这老头的脸变得也太快了 丫头 加上这个臭小子 你有四个师兄 等你正式行拜师礼 为师再给你一一介绍 多谢前辈 还叫前辈呢 虽然没行拜师礼 但为师晚上就叫你武功 多谢师父 这还差不多 师父 我不同意你 收他为徒 老夫收徒管你屁事 达弟 你俩有仇啊 本宫不要当他的师兄 不当师兄 你想当什么 当夫局啊 那更不可能 老夫偏要收他为关门弟子 你这个师兄爱当不当 丫头 以后别叫他师兄 就叫他臭混蛋 韩潇明被气得浑身发抖 丫头 别管他 整天摆着一张臭脸 好像全世界都欠他一样 来为师教你一套内功心法 晚上开始练 多谢师父 不过咱们才第一次见面 你为何就要收我为徒 为师不是说了吗 为师会看一下 你将来的成就会很大 为师当然愿意收你为徒 真的假的 你说的也太玄了吧 我将来什么样你都能知道呀 不管你将来怎么样 反正你是只管好好练武就行 好吧 师父 你有什么响亮的名号 没啥响亮的外号 认识的人都较为师阴老头 阴老头说完便开始传授 连西遥内功心法口 本想留汤为本宫所用 现在却成了小师妹 以后轻不得重不得 本宫这以后还怎么和他相处 臭小子 咱们这是要去何处 火灵山 那晚上在福西镇落脚 卫师要在那里举行拜师大礼 随你便 这阴老头真是觉得很 八哥 去找老夫的徒儿们 告诉他们晚上务必赶到福西镇 师父 拜师里没必要这么着急吧 非常有必要 以前卫师每看上一个女弟子 就被那个臭小子搅慌一个 看上一个搅慌一个 今晚行了拜师礼 看他还怎么搅和 这是为什么呀 还能为什么 他就是个断修 无尽女色备 所以不让卫师收女弟子 不是吧 除了他的家人 就只有外面那四个女人能靠近他三尺 也仅仅是三尺 多半尺都不行 阴老头 你话太多了 再多话晚上你的拜师里就别想了 有何 你个小兔崽子 以前你趁老夫不带 把老夫看上的女弟子都给吓走 今日老夫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哼 你倒可试试 炸着自己有个皇帝老子 就知道威胁我老人家 师父 您这么怕酒店下妈 哈 他那皇帝老子最宠爱他 只要是他出面的事 解决起来就跟蛮似的 以后他就是你的四师兄 有啥解决不了的事 找他准能轻松解决 他那皇帝老子可以不给任何人面子 但这个小兔崽子的面子绝对会得 我说怎么能这么轻松的和五皇子解除婚约 还有母亲能轻易和那的便宜爹爹爹和离 原来都是他的功劳 几位客官 非常抱歉 小店今日被人包了 哪儿了 说爸几人正准备离开 小师弟 方圆百里就这一家客栈 你真要走吗 臭小子 没想到你还先到了 另外两个兔崽子到了没有 到了到了 正在安排饭菜 丫头 这是你大师兄欧阳轩 大师兄好 师父 您要收他为徒 小师弟能同意吗 本宫当然不同意 可这绝老头非说不可 本宫也没办法 看来这次师弟是没办法搅糊了 大家快进来吧 客栈是我包下来的 丫头 这是二师兄祝爽 这是你三师兄唐少龙 三位师兄好 我叫严西阳很高兴见到你们 原来师父他老人家让我们来此 就是要收你为徒举行拜师大礼啊 太好了 我们终于有小师妹了 是啊 咱们赶快去准备相案 让小师妹抓紧拜师 师父 你就不多考虑考虑 不考虑 马上行拜师礼 否则还得被你搅慌 严二小姐 你确定要拜这个老变态为师 不考虑考虑 不考虑 我就想拜师学艺 以后能保护娘亲 也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是啊 如果他有能力保护自己 当初就不会被他的姐姐迫害 扔下山崖 如今 他和他的娘亲离开了少师府 他不但要保护自己 更要保护他的娘亲 丫头 你可得坚定信念 那个小兔崽子不管怎么说 你可千万不能动摇 师父您就放心吧 我决定的是 没人能改变 为师的眼光果然没有看出 行了 赶快准备 本宫都饿了 这太阳打西遍出来了 韩肖明掏出一定金子用红纸包上 连同拜师帖一起递给严西遥 等会跪下拜师 先抵拜师天 然后把这个给师父 多谢四师兄 拜师不能戴面纱 最好连你脸上的丑人面具 也不要戴 这家伙果然派人监视我 连我戴了丑人面具都知道 现在知道是谁在你脸上 戴丑人面具了吧 除了王氏还能有谁 还不算笨 请拜师里必须以真面目示人 师父和几个师兄 都不会泄露你的秘密 拜师结束再戴上 好 多谢四师兄 严西遥说完 抬手摘下面纱 缓缓撕下脸上的丑人面具 这丫头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才几天时间这脸都快痊愈了 丫头 是谁划伤你的脸 报处为师 为师去帮你报仇 多谢师父 不过我还是想亲自报仇 丫头你记住了 以后有为师护着你 有你四个师兄护着你 不要让自己受任何委屈 三个师兄也同时点头 恨不得马上去帮小师妹报仇许恨 这么好看的小师妹 居然被人划了那么长一道疤痕 真是岂有此理 有师父师兄护着的感觉真好 好了 赶紧行拜师礼 等会儿再聊 丫头接过拜师帖 严西要拿出韩肖明 为他准备的红包 徒儿拜见师父 师父 请喝茶 丫头接过茶水喝了一口 开始训话 说了一些师门规矩 丫头 这是红玲珑金边 为师将它传给你 以后就是你的随身武器 多谢师父 你们四个臭小子的老夫 记住 丫头是老夫的关门弟子 也是唯一的女弟子 你们以后多帮助他 好好保护他 师父 您就放心吧 就这么一个小师妹 您不交代 我们也会保护好他的 小师妹 这是聂龙笔 大师兄送你的见面礼 这聂龙笔可是他从不离身的宝贝 别人碰一下都不行 这家伙居然舍得送给小师妹 小师妹 这是一本正法秘籍 有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随时来问我 小师妹 这是唐门按起梨花飞针 遇到危险按下这个按钮 就能发射毒针 里面有108只毒针 能发射六次 每次发射18只毒针 多谢三位师兄 三个师兄送的都是压箱底的宝贝 大伙都很期待韩肖明会送什么 本宫什么都没准备 等会已经补给你 小师妹 你别介意 他就这样 其实刚才他已经给过我一定金元宝了 让我给师父红包 这小子还算有点良心 不过一定金元宝就想打发老夫的宝贝小徒弟 门都没有 等回醒了 你记得找他要礼物 师父 礼物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师父 师兄 这就足够了 那怎么行 师兄送小师妹礼物天经地义 等回醒 为师亲自为你去 走走走 现在去吃饭 饭桌上 严细瑶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并将丑人面具戴上 小师妹 你为何要戴一张这么丑的人皮面具 这是我的仇人从出生就给我戴上的 现在还不是拿掉的时候 原来如此 你放心吧 我们几个师兄都不会泄露出去的 没想到老夫的小徒弟居然是严家的二小姐 只可惜你那爹不配为人夫 离开了也好 丫头 以后师父和你的师兄就是你的娘家人 看谁还敢欺负你 严细瑶感动的感动 心里甜滋滋的 来 庆祝师父收徒 咱们多了个小师妹 干杯 吃完饭 三位师兄因为还有事 连夜离开福西镇 韩潇明他们却在客栈营业 丁老头在客栈后院教严细瑶鞭 严细瑶很快便掌握了鞭口使用技巧 鞭子手都啪啪作响 该出发了 小兔崽子 我老人家还没吃早饭呢 你就那么着急 不能等我老人家吃口饭吗 前辈 主子已经给您和二小姐打包了 你们到马车上吃 这还差不多 为师的酒拿离去 师父 大清早的喝酒对身体不好 晚上睡觉前可以喝点 白天就不要喝了 还是女弟子好 知道关心我这个师父 好 为师不喝 为师晚上再喝 这还是那个 谁敢阻止他喝酒 就把谁教训一顿的阴老头吗 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本小姐 今日本小姐要将这个男人带回家做夫君 见韩潇明一行人进入饭馆后 太好了 这个饭馆正是我家的产业 女人将迷药放进韩潇明他们点的菜里 便躲在角落里偷偷看着他们 菜刚上桌 严西瑶就闻到了浓浓的药味 拿起一盘肉闻了闻 菜里有毒 是迷药 丫头 你会医术 把凶手引出来 老夫倒要看看谁敢带老夫的菜里下毒 严俊一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连忙用千里传音跟韩潇明对话 主子 菜里有毒 本宫知道 有解药吗 属下没有 制作这种解药起码要一天时间 小师妹 你能解死毒吗 为什么师兄没开口我都能听到他讲话 严西瑶拿出从空间取出的解毒丸 不动声色地递给他们 刚吃没几口菜几人便假装晕倒 躲在角落里的女人看着几人晕倒后 心里窃喜不已 把他给本小姐带走 今晚本小姐就要和他拜堂成亲 家丁当上前准备动手 就被暗卫们抽出长剑架在几人的脖子上 速度快如鬼魅 见他们若无其事地站起来后 把女人都吓尿了 这些人不是都中了米药了吗 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丁老头将女人身上带着的金银珠宝 全部摘了塞进怀里 臭小子 这个女人是冲着你来的 你看着吧 蓝萧明直接一脚将女人踹飞 小师妹 这几个人留给你练手 来人 给本宫换鞋 严西瑶毫不客气地上去 将几个嘉宾狠狠地烫揍了一遍 甚至还有一人被揍尿了 春兰 给二小姐换鞋 夏竹 带二小姐去洗手 鞋子又不脏 我干嘛要换鞋 她都被你揍得尿裤子了 你踹了她不换鞋 你不嫌脏吗 我又没踹她裤裆 必须换鞋 不换鞋 别上本宫的马车 我去 严重解僻症啊 春兰 你家主子每踹一个人 就要换一双鞋子嘛 是的二小姐 主子每次踹一个人 就要换一双鞋 那上次她踹眼小蝶 怎么没见她换鞋 换了 在您和您母亲上马车前就换了 我去 我怎么没看到 丫头 你这个师兄就是这样 踹了男人还好 踹了女人必须换鞋 她每次出门 都得戴好几双鞋子 否则根本不够她换 那要是哪个女人摸了一下她的手 她会不会把自己的手给剁了 不会 那她会把别人的手给剁了 上次晕倒在她身上 还好她没把我给大谢八块 现在想想都害怕 还好自己会医术 差点小命就不保了 丫头 你在想什么 师父 四十凶跺过女人的手吗 当然跺过 在自己打得过韩肖命之前 一定要离她远远的 丁老头从怀里掏出 从那个女人身上搜刮来的手势 丫头 这些都给你 师父 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拿去卖换好酒喝也行呀 拿着 会是要喝酒 还需要卖这些破玩意吗 别推测了 赶紧收下 那好吧 多谢师父 皇宫灵是小心翼翼的陪在皇后身边 灵夫人 本宫又不会吃人 你搞得像个下人一样 本宫都不自在了 可是娘娘 灵夫人 你不是下人 不要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是 您父都听您的 嗯 皇后娘娘您的裙摆怎么破了 呀 这可是本宫最喜欢的一套衣裙 就这样破了 太可惜了 皇后娘娘 您要是信得过臣妇 臣妇帮你缝补一下吧 补了也不好看了 算了一套衣裙而已 扔了就扔了 缝补一下试试 实在不好看的话再扔也不迟 本宫听你的 补一下试试 两人回到皇后请宫 灵氏便给皇后缝补衣裙 两个时辰后只见灵氏在刮破的裙板处 绣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凤凰 将整件衣裙衬托得更加好看 请待了皇后 灵夫人 本宫有个想法 咱们合伙开一家绣房如何 本宫出钱 你出绣品 赚的银子咱们三七分 本宫三成你七成 我没听错吧 皇后居然要跟我合伙开绣房 皇后见灵氏不说话 还以为自己给少了灵氏不愿意 二八也行 本宫两成你八成 皇后娘娘 这怎么能行 好了 本宫占一成 你就给句痛快话 开不开 皇后娘娘 开绣房没问题 但必须对半开 咱们各占一半 还是四六吧 本宫四成 你六成 对半开 各占五成 您要是非得四六 那名副四成 您六成 对半就对半 你先休息一下 本宫出去一趟 你身上那么糟 别把本宫的马车弄脏了 我去 又来了 算了 万一自己上去睡一觉 这家伙把马车拆起 不是得不偿失 为了十万两银子和一所宅子 先认认吧 严西瑶开始练功没过多久 就进入了望我的境界 直到天亮时 还睁开眼睛 发现内力增长了不少 原来在内力消耗殆尽的时候 练功有助于增长内力 难怪韩肖明不让我休息 还阴阳怪气的自己我练功 这个死傲娇 直说不就完了 干嘛非得阴阳怪气的 惹人讨厌 严西瑶刚准备上马车 你身上那么糟 也好意思上马车吗 先跑二十里 再换衣服上马车 四师兄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夜 想让我这个人见仁爱 花见花开的小师妹 锻炼肉体强度 你直说不就好了 干嘛非得阴阳怪气的 韩肖明眼看被戳中心思 你手自练 你不跑就滚去换衣服 跑 当然跑 四师兄也是一片好心 我怎么能让四师兄失望呢 你说是吧 严西瑶说完 扭头就跑 看来以后可以和他和平相处 主子 我们也该锻炼了 我们陪二小姐一起跑 去吧 臭小子 看到没有 你的小师妹就是这么有魅力 你不是还欠你小师妹一份礼物吗 你把这四个丫头送给他吧 可以保护你小师妹 原本徒二还想等回京带他去库房 让他自己挑礼物 既然这四大暗影都不排斥他 那就把这四大暗影送给他 丫头 你等一下 你四师兄要送你礼物 严西瑶一脸疑惑地看着韩肖明 既然你成了本宫的小师妹 本宫就将这四大暗影送给你 几人以为出现了幻听 都不敢相信这是韩肖明嘴里说出来的话 你们四个可愿意追随本宫的小师妹 属下愿意追随二小姐 从现在开始 本宫的小师妹就是你们的主子 你们务必保护好他 是 属下参见主子 春兰 我是不是在做梦了 小姐 您没有做梦 以后您就是属下的主子了 韩肖明吃错药了 这个礼物我喜欢 可不能让他后悔 都起来吧 以后你们跟着我 我绝不会让你们受委屈 多谢主子 四师兄 你可不能后悔哦 从现在开始 他们就是我的人了 本宫没那么小气 送出去的礼物 岂有要回来的道理 爹 多谢四师兄 四师兄你最好了 看着颜细瑶开心的样子 韩肖明心里莫名的 有一丝一样的情绪 却又搞不清楚 这样的情绪是肉疼还是开心 臭小子 丫头是个不错的姑娘 你可得好好把握 把握什么 要不是你开口 本宫才舍不得 将斯大印送给她呢 死丫的嘴硬 等有人看着丫头 老夫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还无动于衷 还能把握什么 当然是对丫头好点 别总是阴阳怪气的 本宫就这样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本宫讨厌女人 你还非得收个女弟子 老夫愿意 你讨厌女人又无合 她就是你的小师妹 你就必须对她好 本宫对她还不够好吗 斯大印都送给她了 臭小子 你实话告诉为师 你是不是喜欢男人 你哪只眼睛看到 本宫喜欢男人了 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本宫不喜欢男人 也不喜欢女人 女人太麻烦 就拿本宫父皇的后宫来说 那些女人为了上位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那些女人能和你小师妹比吗 她要是喜欢权势 又怎会和你武皇兄解除婚约 希望她不是父皇后宫的那一类女人 为了权势不择手段 气沉丹田 将内力运到脚下 掌握好平衡 一下子 阎西瑶飞到半空中 平衡没掌握好 直接头朝下 急速往下掉落 啊 救命啊 四大暗影刚想飞身去救阎西瑶 结果被韩潇明更快一步的 飞身来到阎西瑶的身边 大手准确无误地抓住了阎西瑶的腰带 完了 要春光外泄了 韩潇明脸色一变 一把搂住阎西瑶的腰 抱着她往远处飞掠 你赶快把衣服整理好 四师兄 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腰带还给我 啊 韩潇明看了一眼 自己还抓在手上的腰带 俊脸瞬间红到耳根子 反手将腰带递了过去 阎西瑶在即将拿到腰带的时候 身子往前栽去 鼻子和韩潇明的后背来了个亲密接触 我去 四师兄 你后背是有铁板吗 其实并不是韩潇明的后背有多硬 只是感觉到阎西瑶摔向她 她紧张得全身肌肉紧绷 阎西瑶仰着头快速把腰带系上 四师兄 你背上是不是有铁板 怎么那么硬 没有 回去吧 阎西瑶一把抓住她 往她的背后摸去 此时的她早已忘了要远离韩潇明的想法 韩潇明一正 身体瞬间紧绷 强忍着抬脚的冲动 她是小师妹 不能踹 不能踹 千万不能踹 真没铁板 四师兄 你那么紧张干嘛 放松点啊 难怪能把我鼻子撞得流血 阎西瑶说完 突然意识到什么 赶紧缩回手 妈爷 差点小命不保 还好那一脚没踹出去 以后得离小师妹远点 小师妹 你鼻子没事吧 四师兄 下次你要是不想救我 你就别救 春兰他们会救我的 你看看 现在我鼻子都流血了 你说有没有事 还好鼻梁骨没断 否则我鼻子扁了 你负责啊 是你自己撞上本宫的 你要是不抓我腰带 我腰带会散吗 我还会撞上你吗 哦 抱歉 本宫不是故意的 看在你道歉的份上 原谅你了 你现在还达不到内力收放自如 刚开始练轻功 并不是要将所有的内力都运到脚下 而是飞起来以后 要迅速运到全身 以此来掌握平衡 颜希瑶认真地听着韩肖明的讲解 再次运转内力至脚下 这次很成功 没有头着地了 身体放松 接力再来 颜希瑶放松身体 内力运到脚下 在地上一蹬 再次飞起来 反复几次 找到了感觉 还真让他找到了往前飞的技巧 却不会转弯 啊 要撞树了 救命啊 笨蛋 你就不会接力转弯吗 再来 为了不让颜希瑶再次去撞树 韩肖明只得跟在他的身后保护他 随时出声提醒他下一步该怎么做 可累死我了 一点内力都没有了 真是拿你没办法 上来吧 我背你回去 呀呼 皇后和林氏合伙开的绣房 今日正式开业 阎文忠带着王氏母女也感到绣房了 正打算大闹一场 哼 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居然敢在京城开绣房 老爷 一会儿他的店开业的时候 咱们就上前倒了 看他怎么开 你想赶你就自己去 别连累我 你没看到皇后在他身边吗 哪里 他旁边的女人居然是皇后 他算什么东西 一个小小的绣房开业 居然惊动了皇后娘娘 那个贱人旁边的的确是皇后娘娘 今天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 等绣房开业后 再想办法让那个贱人开不下去 严小别话音高落 皇上和太子在御林军的簇拥下缓缓走来 凭什么一个被我软禁在后院的林氏绣房开业 不但惊动了皇后娘娘 还惊动了皇上和太子 这个女人到底耍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都准备好了吗 回皇上 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您来接便开业 这个绣房是朕的小儿子九皇子的产业 聘请林夫人为秀娘 今日九皇子有事外出 店铺开业就由朕和太子出面主持大局 还请乡亲们往后多多关照 这个皇上也太亲民了 我们要多多支持呀 是啊是啊 这林夫人好像是之前严家的林氏 你不知道吗 他们已经和离了 因为那个严文中宠妾灭妻 这严文中也太不是东西了 别让我见到她 多少种奶鸡蛋砸她 你们再来说 我就撕赖你们的嘴 皇上在 你给我老实待着 这店铺居然是九皇宅的茶叶 我纵是有三头六臂也不敢找林氏的茶了呀 皇上鄙视的看了严文中一眼 严文中等你看到林氏的绣品 朕倒要看看你会不会后悔 守着蒲玉不好好珍惜 却把一块破石头当宝 乡亲们 绣房的样品都是林夫人亲手绣的 若有喜欢的样品 今日就可定制 现在朕宣布如意绣房正式开业 我的天哪 这绣工也太好了 跟真的一样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绣品图案 不行 我得定几个图案 将来给女儿做嫁衣 我也要定 太好看了 简直就跟活的一样 和林氏十几年的福气 居然都不知道林氏有如此好的手艺 若是早知道 这绣房就是我严家的产业了 这一刻严文中的心里有了一丝后悔 可看到严小蝶能帮他上位 又把这股心给压了下去 不过友好手艺又如何 生个女儿竟然又黑又丑 别说嫁进皇家 就是嫁给朝中大臣的公子都没人愿意去 如何能帮我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但严文中打错了算盘 严希瑶和五皇子解除婚约 皇上就已经派人调查了严小蝶的人品 别说嫁给五皇子 就是给五皇子做妾 皇上也不会同意 严希瑶依然沉浸在练功中周围的能量 不停地往他身体里钻 快得丫头护法 还都要突破了 能量就是花草树木散发出来的能量精华 练武之人就是靠吸收这些的能量 转化为内力 几人围在严希瑶的身边 不让任何因素影响严希瑶突破 而内力突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他必须用他体内的内力冲破瓶颈 拓宽经脉 给我破 他冲破瓶颈 一鼓作气 直接越过人脊突破到繁极 把这几人看得目瞪口呆 这才几天呀 竟然突破到繁极了 真是个怪财 严希瑶没有睁开眼睛 而是继续吸收能量 稳固实力 半个时辰后一股一股恶臭扑面来 差点没把他熏晕过去 我去 什么味道这么臭 主子 您快跟属下去洗澡 那边有条小溪 您刚突破 体内排出不少杂质 是您身上排出的杂质臭 快去洗澡 臭死了 啊靠 真的太臭了 妈呀 这些水也太凉了 冻死个人 主子 现在可是深秋季节 山里流出来的溪水当然凉了 您先忍耐一下 把您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属下给您洗干净 终于缓过来了 差点冻成冰块 主子 您的脸完全恢复了 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 而且现在皮肤比以前更好 就像刚包了壳的鸡蛋一样 主子 您实在是太美了 主子真的好美 比京城任何女人都漂亮 严细瑶刚想戴上丑人面具 主子 您就别戴这个丑人面具了 现在这样多好呀 可我现在还不想恢复容貌 主子 您已经和五皇子解除婚约了 一属下看 您根本就没必要藏着夜长 这样子多好看 您放心 我们四个能保护好您的 说的也是 我都解除婚约了 这万一似乎没必要戴了 不过还是先留着 万一以后用得着 主子恢复容貌真漂亮 以后要是成为九皇子妃就好了 很有可能哦 皇后娘娘对主子很特别 也只有主子能靠近酒店下 回到露营地 竟然看到严细瑶的容貌后震惊的瞪大眼睛 她脸上的伤财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恢复了 这样的医术不服都不信了 看来以后得好好跟严二小姐套套近乎 哪怕能从她身上学到凤毛麟角 那也是对自己医术的一大提升 没想到老夫的小徒弟这么漂亮 韩湘明直勾勾的看着严细瑶那素颜的美 叮得严细瑶都不好意思了 喂喂喂 你们几个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赶快吃点东西 继续练功 你这一练功就练一天一夜 还真是费情忘食呀 多谢四师兄关心 我会继续努力的 说完还不忘对着韩湘明几没弄眼 可爱又调皮 多个这样的小师妹似乎也不错 她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讨厌 这个严二小姐实在太漂亮了 又是主子的小师妹 要是能成为主子的皇子妃 皇上皇后不知道会有多开心 次日严细摇起来 看见东梅正在火堆旁往火堆里加柴 主子你醒啦 快烤烤火暖暖身子 我来加柴火吧 主子这点小事属下做就行 没事一起做 今天还是吃烤肉嘛 咱们出来没带多少东西 没有锅碗瓢盆 想吃别的也做不了 没关系 出门在外 不饿肚子就行 严细摇说完 动手和东梅一起准备早餐 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主子会帮着下人干活的 而且主子没把我们四大暗影当下人看待 更像是朋友 家人 能跟着这样的主子 真是三生有幸了 众人吃饱喝足后餐继续赶路 严细摇像往常一样准备跑步 今天别跑了 学骑马 好搭 刚上马的严细摇有些紧张 两手抓住缰绳 双脚蹬紧马蹬 身体放松 跟随马的节奏摇晃身体 掌握平衡 一路按照韩肖明的提示 他也就不再紧张了 走了一段距离 已经越来越放松 坐稳了 一马鞭 戳在严细摇的马屁股上 马耳吃痛狂奔 严细摇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 四师兄 你个大坏蛋 你这样会没朋友的 你就不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吗 本宫已经提醒你了 你提醒个毛蛋啊 都不等我做好准备就打我的马 害得我差点摔下来 你得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若是突发情况 还会有人提醒你吗 严细摇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马儿没跑多远 他就完全适应了狂奔的节奏 赶到一处临间小路时 众人只能步行前往 马车无法通行 此路使我开 此处使我在 要想从此过 留下满路才 几个小喽喽而已 正好突然活动活动金武 四大暗影和无尘的手握着剑 随时准备出手 呦 哟 没想到今日还能遇到如此角色美人 后面那四个也不错 兄弟们 干活 把男的干了 你的带回山寨 今晚老子要拜汤成亲 小师妹 几个小喽喽 给你练手了 去吧 好大 严细摇甜甜一笑 瞬间腾空而起 冲向劫匪 劫匪首领 被严细摇那倾国倾城的笑 你得分不清东南西北 痴痴地看着严细摇 哎 臭女人 居然敢打老子 我是你姑奶奶 居然敢在姑奶奶面前自称老子 是你自己找死 怨不得别人 都给我撒 冲啊 严细摇一鞭子甩飞了两个劫匪 把劫匪吓得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劫匪首领腾空而起 大刀劈向严细摇面门 此时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只好扬起大刀砍向严细摇的长鞭 然而大刀法飞了出去 丫头 蝶小看了为时传给你的鞭子 这根鞭子普通利器根本伤不到它分毫 哇塞 宝物啊 跟老子对战还敢分析 看老子的大招 九天雷霆双脚当 师妹小心 韩小明飞身一脚踹向偷袭的手里 我一定会回来的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认真点行不行 我这不是在看着武器嘛 四大暗影从最开始的紧张担心 到后来心里暗自窃喜 酒店下越来越在意主子了 当回京 一定要将这事偷偷告诉皇后娘娘 尽早让主子和严二小姐定情 否则这么漂亮的严二小姐 以后被人抢走就太可惜了 一行人赶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借宿 大婶 我们路过此地 错过了吃饭住宿的地方 能在你们家借宿一晚吗 您放心 我们不是坏人 姑娘 大婶家地方小 住不下这么多人啊 大婶 您就放心吧 我们就借您家的锅灶做个晚饭 晚上做一宿就行 您放心 我们会付给您银子的 你们进来吧 我们整个村子有银子也没地方花 都靠打猎为生 想买东西都是用鼠皮去换 结果造死母问题 知死母有预料 多谢大叔 您就放心吧 我们能自己打猎 只要你们不嫌弃 就进来吧 把马拴在院子里 韩肖明让春兰留下来保护颜西瑶 其余的人则是进山打猎 中年大婶看颜西瑶疲惫不堪 便整理床铺 让她先休息一下 半个多时辰后 韩肖明他们拎着许多猎物返回村庄 咱们村里最厉害的猎户 进山一天 也打不到这么多的猎物 你们才出现不到一个时辰 就打回来这么多 大兄弟 愣着干嘛 赶快烧火做饭 吃不完的全留给你们 我这就去 孩子打娘 快去烧火 我去处理猎物 吃完晚饭 中年夫妇的孩子 突然肚子疼了起来 娘 我的肚子好疼 我去找王老头 大叔 你不用去了 这里就有三名大夫 严君一健壮 赶紧上前给孩子打卖 这孩子的肠胃 怎会如此虚弱 今晚她吃了太多肉 她的肠胃根本无法消化 严希瑶也上前给孩子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正如严君一所言 急性肠胃炎 现在必须要治疗 否则有收鸣危险 但急性肠胃炎 用重要效果来得太慢 效果比较明显的是黄莲素片 空间药房里有这种药 可是该怎么拿出来 就是个问题 黄莲素片有包装 得想个办法才行 这可是学习的好机会 得看仔细喽 见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她 严希瑶尴尬的不知所措 我 我先去趟茅房 主子 属下陪您去吧 不用 去上茅房又不会有什么危险 难不成你还怕我掉茅坑里啊 那好吧 您自己慢点 看来以后得多准备点小瓷瓶 将一些有包装的常用 要装在瓷瓶里 随身带个药箱 不然每次拿药就往茅房跑 万一哪次不小心 踩空了掉茅坑里 岂不是要一臭万年 在茅房里取出黄莲素片和一些消食片 取出外包装后装进袖子里 顺便释放一下膀胱里的基因 回来后先拿几颗消食片递给南海 让她先嚼着吃下去 又将剩下的药递给中年大婶 交代她用法及用量 让她自己保管 啊 要还能做成这样的 怎么做的 二小姐 这是什么药 怎么做的 这是治疗肠胃炎的药 是教我医术的神秘人留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她没告诉我 这里没有治疗设备做不出来 万一说了 这两个大夫让我教他们做就麻烦了 那这个药效果如何 有人试过吗 效果很好 我亲自试过 那个神秘人长什么药 保密 你不要总是问个不停 你难道不相信你的小师妹吗 没有 徒儿只是好奇 那个神秘人居然有如此好的医术 为何徒儿都没听说过 你听说过那还叫神秘人吗 真不知道怎么说你 徒儿只是好奇而已 不问便是 这还差不多 回事就这么一个女弟子 你必须护着她 没想到这个师父能这样毫无底线地宠我 后我 还不去练功 别明天又让所有人等你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讨厌 找了个角落盘西而坐 开始练功 春兰守在她的旁边 大叔 这些银两你收下 不不不 我不能数你的银子 我们这个村庄拿着银子也没地方花 大叔 银两你拿着 我们的这些马匹 还得请你帮我们照顾一段时间 你拿着银两 起码去小镇上买点细粮给孩子吃 给孩子调理调理身子 你们把我家孩子治病 帮你们照顾马匹死应该的 怎么还能数你们的银子 大叔你就收下吧 你家孩子脾胃虚弱 必须吃点容易消化的细粮 否则以后只会越来越严重 你就别推辞了 照顾好我们的马匹就行 中年大叔为了孩子的身体 才勉强收下 并再三保证一定照顾好马匹 严西瑶带着四大暗影开始慢跑起来 臭小子 你慢慢走吧 老夫要陪小徒弟锻炼身体了 竹子 我们两个老家伙年纪大了 更应该锻炼一下 您慢慢走 我们也去跑跑步 严君一说完 不等韩肖明表态 两人便开始跟着跑了起来 这就把本宫一个人扔下了 长得漂亮就那么有吸引力吗 韩肖明非常无奈 但也只能跟着慢跑 一二一一二一 流血流汗不流泪 掉皮掉肉不掉队 一二一 主子 名这一二一是何意 和节奏啊 一脉左脚 二脉右脚 跟着节奏跑 等 属下明白了 一二一 一二一 严细遥继续喊着节奏 几个女人步调一致 连严君一他们都跟着节奏跑 严细遥没注意脚下 一脚踩在一块石头上 把脚给崴了 主子 您怎么样了 别扶我 我崴脚了 严君一下得赶紧上前给严细遥检查 幸好没伤到骨头 只是韧带轻度损伤 但也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恢复 后面的路极其难走 连马都不能通行 只能不行 这个时候受伤 这不是添乱吗 主子 属下帮您走 不用 你去给我做个拐杖 我自己能走 你就别逞强了 后面的路 你根本就走不了 要不是现在 在这荒山野里 你干脆留下 别去了 你以为我愿意啊 有本事你就把我留在这里啊 我还不想去了呢 你简直不可理喻 好好走路不行吗 非得鬼哭狼嚎的 你就是活该 哼 姑奶奶不去了 你自己去 不就是十万两银子吗 我不要了 十万两银子不要 宅子也不要了嘛 春兰 背上他 赶紧赶落 我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了 我就不去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老头这次却没有护着颜西尧 好了 你们师兄妹就别吵了 还是春兰背吧 果然如韩肖明所说 后面的路越来越难走 本宫来背吧 再往前 你背着他 可能上不去 原来酒店下不是不背主子 而是要在最难走的路断背 颜西尧看着韩肖明紧张的全身肌肉紧绷 有片刻犹豫 但还是乖乖趴在他的背上 千万不能把我扔出去啊 他吓得双手死死搂着韩肖明的脖子 韩肖明呼吸都不顺畅了 你就不能扶着本宫的肩膀吗 你想勒死本宫吗 好吧 颜西尧双脚紧紧盘在韩肖明的腰上 双手死死抓着他的肩膀 这丫头怎么像个八爪鱼一样 手不勒脖子就用腿抱腰 已经快要忍不住把它扔出去了 小师妹 你的腿能放开本宫的腰吗 你不想背就算了 放我下来 你又想干嘛 我还想问你呢 你不准我搂你的脖子 又不准我盘着你的腰 你不搂着我 我能趴你背上吗 你当我是蜘蛛侠呀 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他这辈子没背过任何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被人还得搂着对方 走了月末一刻钟 来到一处悬崖峭壁下 把鞭子解下来 你想要鞭子干嘛 把你绑在我背上 不然这悬崖峭壁跑不上去 韩肖明将颜西尧绑在身上 这么抖峭的峭壁 就算自己不受伤也爬不上去啊 似师兄 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嘛 非得往这爬上去 有 绕路三百里还有一条道 比这条道好不了多少 拜托你可得抓稳点 我可不想陪着你一起嘎 等姑娘年纪还小 还有大好的青春等着享受 得惜命 放心 有嘎也是你嘎 本宫背着你 你先落地 本宫嘎不了 不会给你机会与本宫一起嘎的 我后悔了 我不要你的十万两银子 也不要什么宅子 你放我下来吧 我不去了 现在后悔 完了 我叉叉你个大圈圈 你要是敢让本姑娘搭 本姑娘化作厉鬼天天缠着你 丫头 别害怕 为时会保护你的 别太紧张 相信你四师兄 这点悬崖峭壁 他还不放在眼里 韩潇峭壁 背着颜西瑶 快到悬崖顶时 意外发生了 石头承载不了两个人的重量 眼看两人就要摔下去 你老头飞上来给韩潇明借力冲了上去 妈呀 差点就没了 小师妹 没事了 咱们上来了 有师兄和师父在 不会让你嘎的 谁让你吓我的 我现在腿软了 我不管 你先让我缓一缓 好好好 你先缓一缓 等所有人都上到崖底 颜西瑶已经趴在韩潇明的背上睡着了 殿下 属下先抱着主子 您恢复一下消耗的内力 算了 刚才他吓得不轻 先让他睡一会儿 继续赶路 找个合适的地方 再休息不迟 是 九殿下终于开窍了 知道心疼主子了 韩潇明感觉背上的颜西瑶体温不太正常 赶紧找到一处山洞 春兰和夏竹扶着颜西瑶 韩潇明才小心翼翼地把他放下 颜军医 你们俩快来给他看看 颜军医把脉之后 颜二小姐身体本就弱 再加上受伤又受到惊吓才会发烧 春兰 去弄湿毛巾给颜二小姐敷上 颜军医取出银针 开始给颜西瑶试针 一炷香的时间后 颜西瑶开始退烧 也醒了过来 春兰 我想喝水 好的主子 属下去给您拿 颜西瑶从空间里取出消炎药和退烧药含在嘴里 喝了点水把药咽下去 这要服用方便 到底是怎么做的 都有些什么成分 父皇 儿臣喜欢颜家敌掌女元小蝶 求父皇成全赐婚 混账东西 你和颜家二小姐解除婚约才几天 你好意思让朕给你赐婚吗 你想让天下仁耻笑你吗 父皇 儿臣本就不喜欢那颜家的二小姐 儿臣忠义的是颜小蝶 求父皇成全 朕不答应 朕亲自派人调查过 那颜小蝶得心有亏 做皇家的儿媳 她不配 父皇 爹儿心地善良 连一只蚂蚁都不扔踩肝 怎会得行有亏 你以为朕不知道 那颜家的二小姐之所以毁容掉下山崖 是那颜小蝶亲自动的手吗 这样狠毒 连自己妹妹都狠心杀害的人 如何配嫁入皇家 一定是颜西遥这个贱人告诉父皇的 这个女人必须肝 要不是她侥幸没肝 说不定父皇已经同意自婚了 这样狠毒的女人 别说成为你的正妃 就是作妾 朕也不答应 还有你 整天无所事事 等你九弟回来 朕就给你们兄弟几个疯膀 滚出皇宫去住 父皇 滚出去 朕看到你就心烦 儿臣告退 弟啊 咱们得想办法把颜西遥那个贱人弄嘎 今日本皇子去找父皇给咱们赐婚 父皇已经知道了是你害了他 说什么都不给咱们赐婚 都是那个贱人害的 什么 皇上知道了 是 肯定是颜西遥那个贱人说的 咱们一定要想办法弄嘎他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找杀手 我听说江湖上有一个叫薛影楼的杀手组织 指认钱 拿钱就杀人 不会泄露雇主的身份 让他嘎在杀手的手里 没有人会怀疑到咱们身上 这倒是个好主意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杀手组织要多少银子才肯杀人 杀手组织本皇子没有熟人 得先打听打听 不过不管对方要多少银子 等皇子都要颜西遥嘎 等颜西遥那个贱人一嘎 咱们就可以派人散播谣言 说他当初不知检点 和外面的野男人乱来被我发现 他想杀我灭口 自己却失足掉下悬崖 好主意 就这么办 明日本皇子就派人去打听薛影楼这个杀手组织 现在咱们赶紧办正式要解 颜西遥从空间里取出跌打药跟自创特效药网受伤的脚上 看来只需要三五天 我的脚就能完全恢复 主子 你哪里来的这些药啊 我随身带了点 之前和酒店下吵架记糊涂了 没想起来 这个药效果更好 刚才想起来就敷上了 原来如此 您的脚还疼吗 还有一点疼 过几天就好了 最迟四五天就能走路了 颜军医不是说要半个月才能恢复吗 不用 我这个要四五天就能恢复了 那就好 主子您休息 属下去准备吃的 去吧 颜西遥开始打坐练功 三日后 一行人来到了火灵山山脚下 今天的颜西遥能下地走路了 火灵山是越往上走越热 还没走到半山腰 已经热得满头大汗 唯有身中寒毒的韩肖明和颜西遥像没事人一样 我因为身中寒毒 根本不怕热 为何小师妹一点事都没有 实际上 颜西遥感觉不到热是因为手腕上的寒欲血温浊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手镯遇到高温天气会自动散发出凉意 遇到寒冷则自动吸收寒气 酝氧手镯 带手镯的颜西遥也不会感觉到多少寒冷 丫头 你不热吗 为何你一点汗都没出 不热啊 感觉这温度刚刚好 很舒服 颜二小姐 属下给你把把麦吧 不用了 我没生病 所谓医者不自医 别人都热得满头大汗 只有她觉得温度刚刚好 不是生病难道也中了寒毒不成 你还是让颜君一给你把把麦 别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 我真没生病 不信你把麦试试 颜君一手指搭上颜西遥的脉搏 顿时感觉一阵凉爽扑面来 精神未知一阵 好奇怪的感觉 颜二小姐身体没有问题 不过属下觉得很奇怪 属下的手摸到颜二小姐的脉搏 就感觉浑身凉爽 放开她的手就没有这种感觉 属下试试 还真是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 颜西遥也想不明白 她主动去拉着春兰的手 春兰 你感觉如何 凉爽吗 主子 好凉快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 真的好奇怪 我有个想法 我们大伙手拉着手 试一下还要没有这种效果 众人一听 除了韩潇敏 其他人都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 顿时感觉浑身凉爽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难不成我生上辈子是一台空调 主子 什么是空调 妈呀 说漏嘴了 这张臭嘴 怎么能一激动就把空调给整出来了 空调就是可以降温的机器 我有一次做梦梦道过 空调长什么呀 我忘了 注意到颜西遥手腕上的手镯微微泛着红光 小师妹 你的手镯怎么会发光 妈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潇敏伸手触摸手镯 一股寒意瞬间破体而出 西树被手镯吸收 韩潇敏如同触电一般往后退了两步 嘴里吐出一大口黑血 所有人大惊 颜军一和府一急忙跑过去给韩潇敏检查 本宫没事 吐出这口血 感觉好多了 爷 四师兄 你的寒毒又得到压制了 我没给你吃药啊 你吃什么了 本宫什么也没吃 只是摸到你的手镯 就感觉你的手镯 把本宫体内的寒气吸收了不少 我知道了 我的手镯是寒玉 所以你们拉着我的手才会感觉到凉快 而四师兄体内有寒毒 就被手镯吸收了一些 要不本宫再试试 你快试一试 韩潇敏再次触摸手镯 却没有了刚才那么大的反应 虽然还是能感觉到手镯 在吸收他体内的寒气 但吸收的并不多 怎么样 什么感觉 你这手镯能吸收寒气 却也只能压制本宫体内的寒毒 达不到解毒的效果 算了 没关系的 赶快找千年火灵芝 你放心 只要找到药材 我一定能帮你解毒 走吧 寻找火灵芝 越往上走温度越高 严西瑶却只顾着低头到处看 而且看得非常仔细 丫头 你找什么 是什么东西掉了吗 没掉东西 我在寻宝 寻什么宝 火山口呢 会有一种红色或者蓝色透明的石头 叫刚雨 那可是宝贝 还有黑钥匙这些 既然来了 能捡到一些就更好了 是这个吗 这家伙是才狗屎了 运气居然这么好 对 就是这种 你在哪儿捡到的 塞纳 你运气真好 你喜欢就给你吧 本宫不需要这玩意 多谢子师兄 你不需要我需要 而且越多越好 嗨嗨 火灵芝要找 宝石也不能落下 这可是讨好颜西瑶的好机会 韩肖明看着颜西瑶兴奋的小财民模样 心情莫名的愉悦起来 也低着头开始寻找宝石 丫头 看看这个 哇 这就是黑钥匙 闻石帮你拿着 等下山再给你 多谢师父 您自己留着吧 闻石也不需要这玩意 都给你 现在给你拿着也是累赘 等下山全给你 师父 您对徒儿真好 谁让你是闻石最宝贝的小徒弟 唯一的女弟子 我对你好对谁好 自己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师父 自己的宝石也就相当于师父的宝石 谁保管都一样 其他人也是如此 找到宝石给颜西瑶看一眼就塞进怀里 先帮他装着 等下山一起给他 火灵山常年高温 想来此处 武功差一点的 能不能走到这里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这人际罕至的火灵山 宝石还真不少 这里居然长了石虎 好东西啊 这可是有救命仙草之称的火山石虎 不错 是火山石虎 珍贵无比 这一趟来的真值 不知道是谁 前几天说不要十万两银子 也不要宅子 不来了 我为什么不来 你心里没点数吗 还不是被你气的 就是 还不是被你这臭小子气的 你小师妹还小 你就应该多让着她 一点也没有当师兄的觉悟 本宫又做错了什么 小师妹 快过来 这里也有石虎 哇 这么多 发财了 发财了 哈哈哈哈 严西瑶激动的奔向韩肖明 身子一坐 搂着韩肖明的脖子 像个五尾熊一样挂在韩肖明身上 啊 主子居然主动伸手抱 颜二小姐 这太惊悚了 转变得也太快了吧 两人认识好像也才一个月左右 那个 四师兄 非常抱歉 我太激动了 你别介意 我下次注意 赶快采摘吧 时辰不早了 严君一和陈大夫采摘完那一片石虎 刚想过去帮忙 背影老头狠狠地瞪了眼 两人瞬间恍然大悟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还有没有 这才像话嘛 老夫的两个小徒弟增进感情 怎么能被打扰呢 把石虎采摘完 众人又热又饿 赶紧靠近严西瑶喝水吃东西 春兰和夏竹各腾出一只手拉着严西瑶 其他人则拉着他们两个 以此来缓解高温带来的不是感 你们一边拉一个 我怎么吃东西啊 我也饿呀 臭小子 你不怕热 还不赶紧过来为你小师妹吃点东西 我们快热死了 你小师妹得给我们降温 韩肖明拿出一块烤肉亲自喂给严西瑶吃 众人要么抬头看天 要么左顾右盼 但就是不放开严西瑶 吃饱喝足后众人则继续去寻找霍灵芝 而严西瑶则在练功 春兰 你留下看着她 其他人先去寻找 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本宫 是 记住了 一定要告诉告诉九殿下 晚辈记住了 还请前辈放心 他们刚想离开 春兰就发现了严西瑶的异样 殿下 主子好像要突破了 韩肖明扭头一看 立马露出一副看怪物的表情 其他人亦是如此 老夫到底是收了个什么怪材 这才几天 又要突破了 变态啊 变态鬼才 的确是鬼才 先别着急 去找宝石和火灵芝 所有人后退 给小师妹护法 连一只虫子都不要放过去 严西瑶吸收着空气中的能量 转换成内力 一个劲地冲击着瓶颈 从繁极一品突破到二品 三品 四品 一直到九品 还没有停下的意思 半个时辰多后 严西瑶成功突破 而且是月极突破 直接从繁极一品突破到五道宗 宗师皇极初七才停下来 太变态了 就算是很有天赋的主子也没有这样变态 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从繁极一品一连突破五品 这个关门弟子将来必定是老夫最大的骄傲 严西瑶睁开眼睛时 再次被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恶臭熏得直想吐 巴塞 太臭了 春兰 我要洗澡 我快被自己熏晕了 主子 您这次突破 体内再次排出许多杂志 以后您就不会轻易生病了 快快快 先带我去洗澡 臭死了 可是主子 属下不知道这附近哪儿有水源 本宫知道 本宫带你去 主子 您快去洗澡吧 等晚些时候属下再去给您洗衣服 你现在陪我去 顺便把我的衣服洗了 可属下真不知道水源在哪儿啊 春兰是真心不想去打扰这两人单独相处 四师兄 水源在哪儿 北边 离死地二十里地 我去 这么远 你到底要不要去 你现在是五道宗室皇极初七 二十里地远吗 不远 春兰 你也陪我一起去 你得给我搓背 春兰一脸的为难 春兰 你也一起去 是 天啊 火灵扇里的河居然是冰水啊 冻洗我了 主子 现在是早上啊 这里有温度差 所以这水是凉的 春兰 你也下来一起洗 那火灵扇那么热 我可不相信你不想洗澡 主子 等您洗好了属下再洗 别啰嗦了 快下来一起洗 我快冻成冰块了 主子 您这手镯不能吸收水里的寒气吗 应该能 但这水是流动的 手镯作用不大 属下先帮您洗 洗完您先上去运工去寒 你不冷吗 别啰嗦了 赶快一起洗 别受凉了 好吧 主仆二人以生平最快的速度洗完走 赶紧爬到地上穿衣服 两人都冻得瑟瑟发抖 小师妹 洗好没有 可以回去了吧 可以了 马上就来 四师兄 你要不要洗一下 我们在这儿等你 本宫洗过了 回去吧 好的 敢用老子的水洗澡 不知道这是我杖的状的地盘吗 我看你们是不想豁了吧 小师妹 这人刚好给你练手 巩固一下你的实力 连这小牛居然都是武刀纵士 荒鸡出气 我浅舔才入的反击无品 这怎么打得过 看来只能用纳罩了 是小的有眼不识太善 王大侠绕小的一命 你可知道 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 还好我有后手 我还想说分他点宝石的 他怎么就跑了 三人回到火灵山与大火会合 继续寻找宝石和火灵芝 一连找了三天 还是没有找到火灵芝的踪迹 宝石倒是找到了不少 韩潇明有些失望 赶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来到火灵山 整整找了三天都没能找到 众人情绪都有些低落 都没心思拉着颜西摇降温了 上辈子活了二十几年 还没见过火山口长什么样子 火火火灵芝 在哪儿火灵芝在哪儿 在那儿 颜西摇指着火灵芝激动不已 他激动的转身跳到韩潇明的身上 四师兄 我找到火灵芝了 你的毒能解了 我找到了 太好了 终于找到了 韩潇明也激动不已 顺手搂着颜西摇 真的找到了 太好了 等两人反应过来激动过头了 双目对视 同时放开对方后退两步 臭小子 抱习惯了是吧 姚儿丫头可是卫世 唯一的女弟子 你抱了他 就得负责 等回京城 赶紧让你那皇帝老子 给你赐婚 至少先定亲 师父 徒儿还小 您别乱点鸳鸯 普行不行 他是我的四师兄 我激动过头了 抱他一下 他就要对我负责 万一哪天 我抱了大师兄 他们一下 您是不是也要他们对我负责啊 师父 是小师妹先报的本宫 哼 严西摇 你激动个毛线啊 又不是捡到钱 万一被扔出去 以后还有脸见人嘛 看来自己这爱激动的毛病 得改一改了 这句话 应该是让小师妹 心里不舒服了 哼 还以为你终于开窍了 原来还是快烂木头 朽木不可刁业 严西摇将火灵芝 采摘下来 直接扔给韩潇明 大步往山下走去 丁老头和四大暗影赶紧跟上 丫头 你别生气 那臭小子就这臭德行 改天为师帮你教训他 我没生气 他说的是事实 那你干嘛走那么快 我饿了 想下山去找点吃的 这几天啃肉干 嘴里都快起泡了 严西摇越走越快 最后干脆运起 轻功往山下飞掠 韩潇明看着手里的火灵芝 纠结着要不要向严西摇道歉 丫头 你慢点 别生气了 我一时这就去帮你教训他 师父 我真没生气 快走吧 火灵芝被挖了 我怀疑火山会爆发 什么 你怎么不早说 你师兄还没下山呢 糟糕 答应了 没提醒他们一声 严西摇运足内力大喊 韩潇明他们却没听清楚 死师兄 快跑 而正在纠结的韩潇明 却没注意到 身后的温度越来越高 不对劲 这怎么温度越来越高了 快跑 那玩意要喷出来了 赶快走 抓起严军一往山下急速飞掠 无尘反应也不慢 抓起陈大夫 使出吃奶的颈追赶韩潇明 就在严西摇响再次大声呼喊韩潇明时 见四人急速飞掠而来 快跑 火山爆发了 我去 真爆发了 快跑 韩潇明使劲将严军一扔向阴老头 同时掠向严西摇 这是什么神操作 来不及多想 阴老头一把抓住严军一 运足轻功就跑 韩潇明急速来到严西摇的身边 大手一捞 还住严西摇的腰继续飞掠 其他人赶紧跟上 这才像话嘛 就应该保护好严二小姐 这次是你先报偶的 还有 我自己会轻功 你速度太慢了 好吧 现在逃命要减 等安全了再说 众人成功逃脱火灵山 全员内力消耗舰体 我炒个辣子鸡的 吓死宝宝了 丫头 你怎么知道挖了火灵枝会爆发火山 我不知道呀 刚才就告诉你了 我是怀疑会爆发火山 没想到真的爆发了 你为何会有此怀疑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第六感吧 女人的第六感有时候很准的 何为第六感 就是预感 你们有这个预感吗 四人同时摇头 臭小子 你以为谁都有你小师妹这么聪明 那岂不是全天下的人都是天才呢 你咋想的 的确是变态鬼才 目前见过的女人中 还没有任何人能跟小师妹相提并论 大家抓紧运功调息 恢复一下消耗的内力 等会还得准备吃的 你们先运功调息 我来护法 还是我来护法 你们运功调息 毕竟我的消耗没有你们大 陈大夫护法 众人开始运功调息 一个时辰后 严君一和四大暗影相继醒来 五人悄悄起身去准备吃的 五人刚离开没多久 严希瑶也睁开了眼睛 小师妹 你来护法 本宫再调息一下 严希瑶眼睛四下打亮 发现不远处有一块青石 这块青石可以做成石锅 这段时间以来 在野外露营都是吃的烤肉 都吃腻了 今晚可以换换口味 吃个石锅炖肉也不错 可现在自己还不能动手 弄出声响会影响运功调息的三人 一刻钟后 丘菊抱着干茶回来 你去把那块青石拿远一些 把青石削成一口石锅 今晚咱们吃石锅炖肉 主子 这石头削成石锅炖肉能行吗 绝对能行 相信我 快去吧 丘菊走过去抱起青石 往稍远的地方走去 丘菊 你抱石头做什么 快来帮忙 主子吩咐让我把青石削成石锅 今晚吃石锅炖肉 好 两人抱着青石走到稍远的地方 取出匕首开始削石头 石锅还没削出来 去打猎的几人就回来了 弄明白秋菊和东梅削石头的目的 严菊一去处理猎物 四大暗影围着石锅一顿猛削 又过了好一会儿 无尘和阴老头睁开眼睛 师父 您看这四师兄 我去看看石锅学好了没有 丫头 学什么石锅 就是用石头蓄一口石锅 今晚咱们吃石锅炖肉 这段时间都是吃烤肉 今晚换换口味 这想法不错 你去吧 今晚为时要尝尝这石锅炖肉 是何滋味 没问题 那徒儿去忙了 石锅已经成形 往石锅里加水 将清洗好的野鸡和野兔 放入石锅中 没有佐料 只能倒了一点酒去腥 小火慢炖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 浓郁的肉香味开始弥漫开来 二小姐 属下还是在去大胆店屋来 这些恐怕不够吃 可以 你去吧 韩肖明睁开眼睛 瞬间被香味吸引 什么东西这么小 你小师妹做的石锅炖肉 怎么样 想吧 今晚为时要放开了吃 师傅 您尽管吃 好大一锅呢 不够吃再煮 乌臣他们又去打猎了 好 还是丫头孝顺 为时没看错人 小师妹 你是怎么想到 做石锅来炖肉的 吃腻了烤肉 想换换口味 轻食比较坚硬耐火 瘦肉快 看到这块轻食就想试试 没想到还真做出来了 原来如此 你是如何知道 轻食坚硬耐火 瘦肉快的 还真有些佩服 韩肖明这个好奇宝宝 问题还真多 在现代 轻食石锅是使用最多的品种 质感强 价格也不贵 可这些自己不能告诉他呀 教我艺术的神秘人告诉我的 这丫头脑子是如何长的 居然能想到 用石头做成石锅来炖肉 挺聪明的呀 怎么还会被他的姐姐害得差点没命 不过好像以前他不会武功 身体又弱 被害也正常 以后小师妹有自己 有师父和三个师兄保护 绝不会再被任何人欺负 众人围着石锅开吃 因老头取出酒葫芦 先加了一块肉塞进嘴里 好吃 太好吃了 老夫从来没吃过如此鲜香的野味 吃肉太好吃了 这段时间吃烤肉 本宫也是吃得快吐了 轻食锅炖出来的食物不但美味 还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各种微量元素 众人吃得赞不绝口 最后如无尘所料 果真不够吃 只好又炖了一波 一直吃到半夜才听闲 不行了 老夫肚皮都快撑破了 得去把腰带放松一点 我也好保 春兰 你们四个要不要一起就散不消失 本宫陪你去吧 嗯 行吧 来吧